哈囉大家好我是爸爸曹人 今天更新之後呢這個煉造廠有多了這個拆解跟合成的功能啊 這個拆解的話就是可以把這個裝備跟武器給他拆解出一些元素出來 我點一個給各位朋友看一下 點這個獵魂法杖好了 來點開之後呢 這邊可以預覽 就是這個拆解之後可以得到五元素還有這些碎片啊 那我們看一下防具的部分 防具的話好像是防元素吧 對 沒錯 防具的話就是防元素 那如果說你要拆解的話需要這個溶劑 那這個溶劑的話要在這個四級以上的層次購買 零點的話就是五級層次啊 我們來買一個好了 買一個來合看看 來來來分解看看喔說錯了 來溶劑 買五個好了五個 他不會很貴啊買五個了 好的 那現在來拆解了 隨便拆解一個拆解 金剛靴好了 金剛靴 好 他這邊有寫啊強度等級低於六十級綁定最愛裝備無法拆解啊 所以如果你要拆解的話必須要沒有綁電裝備才可以喔 還有六十級以上 OK拆解 獲得密石碎片啊 沒有這個防元素啊 所以看起來是機率獲得的齁 再分一個看看好了 有這麼難取得嗎 這次的話要分什麼比較好 分這個蒼穹這罐好了齁 這個的話好像 是爛數值的 OK 哎呀還是沒有防元素啊 OK 這個機率應該很低啊 那我們不管我們直接看這個合成的部分好了 好這個合成的話有一些武器跟裝備可以來合齁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來 有武器類 鎧甲類 頭盔類 鞋類 道具啊 我們先看武器類好了 一個一個點 這個是 鋼怒彈狼刀 好我們先看一下他的數值 這把畫是 七十五級的齁 這邊的話有使用限制啊 你必須要七十級還可以拿齁 那這個攻擊看起來是還好 還好 看一下他需要什麼 需要這個獨龍戒指 這個是在獨龍坦拿到的齁 這個稍早的時候去獨龍坦看到 那這個是獨龍 獨龍膽液 這個應該也是在獨龍坦拿的 那這個的話就是粉解拿到的 OK 每一把都給他點開看一下 這把是九十幾的 等級越高的話需要的這個素材就越多啊 這個是獨龍 救死 這個是需要 應該是更高階的一個道具 看一下這把刀 一百級 使用限制一百級啊 然後強度等級是一百零五級 唯公的話到七十二 這把的話 必殺技對玩家傷害增加15% 應該厲害就是厲害在這個額外增加的這個 必殺技這個增加啦 這個應該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好這個我剛剛沒有看到 他的基礎數值是還好 但是他有額外增加這個必殺技的傷害 所以還不錯 那看一下槍的部分好了 剛怒彈彈彈槍 那這把的話是必殺技增加12% 看一下九十幾的好了 跟著看一下最高級的就好了 直接看最高級的 這個是 剛怒彈存槍 這把的話尾攻到117 然後武力加到58 那 必殺技對玩家傷害增加15% 基本上來講就是使用限制100級 強度等級105的就是增加15%就對了 OK我們來看大刀類的 來大刀的話尾攻到150 好那必殺技對玩家傷害增加15% 一樣 那這個是剛怒 鹿存攻 這把的話也是增加15% 尾攻的話到74 看一下這個雙劍的部分好了 雙劍 這個的話尾攻到119 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神怒鹿存劍 尾攻的話75 這個技能加蠻多的 可以加到75 然後武將技的話可以到27% 然後這邊有寫 武將技對玩家傷害增加15% 所以如果說是屬於武將技類的話 就會增加武將技的傷害 這個是劍 看一下這個棍 神怒巨門棍 這個的話可以到39% 但是 但是呢 武將技對玩家傷害增加14% 這個是不是最高級的 對不起這個才最高級的 神怒鹿存棍 這個是最高級的 所以加一加的話 如果說你剛好 拿到45%的 再加上這個 額外增加15% 所以他等於60% 所以這個武器還蠻不得了的 但是他需要 道具 應該 我覺得要搞起來應該蠻花錢的 應該要花很多很多的一個 素材 很多的裝備去 去分解 還有他去打這個 多龍坦玩才可以 所以多龍坦其實還是有保護的 就是這個東西 主要是用來合成這個 裝備造具的東西 OK 接下來看一下這個帳好了 神怒巨門帳 這個的話是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才是最高級的 神怒鹿存帳 鹿存系列才是最高級的 這個的話到54% 但是他額外增加15%的話 等於說是69% 所以也很不得了 好 鹿存弓 這個的話 武將技對玩家傷害增加15% 應該比較少人拿弓 放武將技 OK這個 雙劍看一下好了 尾攻到123 這個也是增加武將技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鎧甲的部分 好鎧甲的話 這個是幾級的 70級的直接看最高級的好了 好100 使用性是100級的這個 鋼鹿鹿存甲 玩家必殺 必殺技傷害減免5% 好防禦的話可以到57 這個也蠻厲害的 看一下跑好了 來這個應該是最高級的跑 鹿存跑 神護鹿存跑 好這個的話 防禦到49 然後玩家對武將技傷害減免5% 萌萌的這個是什麼看一下 防元素 防元素 藍色 那個黃色才是5元素 好搞混了 OK 好看一下頭盔 頭盔頭盔 鹿存盔 直接看最高級的鹿存盔 來這個的話就是 也是減必殺技的 減這個必殺技傷害的 那這個鹿存罐的話 是減這個武將技傷害的 好看一下鞋子 鹿存靴 這個的話減必殺技的 然後這個的話 減武將技的 這個的話防禦可以到26 這個也蠻不錯的 好看一下道具 道具的話 這個就是原本的東西啦 就是這樣子 OK 好啦 大概就是這樣子 各位朋友 如果有事沒事的話 可以去讀龍台那邊 打這些 合成裝備需要的道具 開箱到這邊 好我先忙其他事情 晚一點再繼續玩 各位朋友 遊戲愉快 掰掰